但他扑向我那一瞬间的时候 我想到的是很多很糟糕的事情 完蛋了我要被怎么怎么样了 我手无腹肌之力 我只能听他摆布了 然后我就爆哭了 大牙新开Podcast谈MeToo伤疤 黄云星爆小时候曾遭堂书猥褥 哈喽大家好我是大牙 欢迎来到姐姐妹妹牙起来的Podcast频道 大牙牙起来 今天开了新的Podcast频道 姐姐妹妹牙起来 手机来宾找了同样是MeToo事件的黄云星 我小时候有一次被一个叔叔 堂叔 客厅只剩下我跟他 他突然过来咬我耳朵 而且是连咬带寒的那种 过了十五六年我才跟我爸讲 我爸的反应我蛮受伤的 他就是认处了 我哪怕他讲一句说 他怎么这样生气 我可能都会得到一点安慰 可是他的反应是他认处 然后他说 哦 大牙指控黑人多年性侵 这件事情让他留下相当大的阴影 应该不知道是几年前 我就录了一个节目 叫饥饿游戏 就是不能吃东西嘛 那那时候我记得 他在地上画了一个三角形 一个人站在一个角角 然后你的手上 脚上 背上 都有绑气球 看谁身上气球留下最多的 谁就是那一关的赢家 那一天站在我另外两个角的 一个是 许孟哲 一个是玛丽欧 然后因为他们这两个是男生嘛 他们两个就朝我这边冲来 然后 许孟哲是抓住我 并我没有办法跑 然后玛丽欧直接朝面冲来 然后我就被压倒在地上 其实我没有痛 我没有受伤 我吓到了 爆哭 然后 这座人以为我受伤 可能很紧张 然后一直跑过来问我说 怎么了 你还好吗 我哭到我在抖 我当下其实我一直觉得 我只是吓到了 一直到我写完那个文之后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神经就突然接起来 我才发现 哦 其实这是我的 创伤症候群耶 我想要让更多的人知道 不管你有遇过 或者是你没有遇过 你要有一个勇敢 是你可以面对自己 然后不要责怪自己 你怎么会责怪自己的责任 都不会责怪自己的责任 也责怪自己的责任